大家好,我是小胡子 现在我买车都喜欢买涡轮增压发动机 而涡轮增压发动机现在以2.0T为主流 而2.0T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8AT变速箱为主流 那么AT变速箱哪个好啊? 爱信呗,爱信8AT,还有财富8AT,都是品牌变速箱 那么今天我们就说一下13万即可入手的2.0T加爱信8AT 可以说啊,价格非常良心了 而且我们要求还要车子非常稳定 还得要皮脂耐造,还得要省油,还得要空间够用 还得要求颜值够用 那么这台车啊,我们就是给大家介绍两款 第一款就是长安的75plus,长安CS75plus 这款车就是十三四万就可以入手 那么搭载自主研发南京发动机 非常好的一个发动机,自主研发的 耐久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匹配,爱信8AT变速箱 是非常不错的啊,非常良心 这个价位也就只有3.0T plus能给你这样的配置 那么先说一下它的驾驶感受啊 它的驾驶感受是比较中性的 既没有啊,日系车的那么柔弱 也没有这个德系车的那么暴躁 属于那种城市家用SUV比较中性 虽然是调教的比较中性 但你这个稍稍给一点油门踏板的时候 推避感是挺足的 如果你身踩一脚 油门踏板的话 它就会连续降一挡 如果踩到底一把油门踏板 那么它就会连接两挡 可以说非常聪明调教的 而且开起来非常平顺 并没有那种顿臭感 也没有那种涡轮的那种缓慢质疑啊 没有 整体的车的这个巨线车数上来了 那这台车的这个车内这个静音呢 控制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隔音做的不错 但是胎道这块的明显能感觉到的 空间是绝对共用 那么第二款车就是来自吉利的星远R 当然了 它这个2.0T加8AT 它是四驱版本 得需要十六七万 十五六万 它这个四三四万那款 是七挡的四四双零合变成型 这台车也是非常不错的 吉利的星远R 在2021年也是主打车型 整台车的形势感受非常棒 也是调教的比较巨压 层次的SUV 形势质感非常不错 而且加速这方面 加发动机变动箱调教的 也是比较中性的 加速并没有顿口感 调教的非常好 隔音这块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这两款车 可以说是 作为我们家用 是完全完全 倾向比非常高的一款车 像长安七五plus 它一块酸能平 还是有点曲面的 12.3厘寸的 两块这个酸能平 非常漂亮 而迪利的星远R 是从重价实位到负价实位 贯穿的三个酸能平 那么增加了 负价实位的 娱乐系统 可以说 这个价位 如果你请要2.0T 到81T 也就是 这两台车能给你 并且还得要求 质量可靠 还得耐照 还得省油 空间还得大 颜值高 那么对我说的 也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我们在评论区见 拜拜 拜拜